我們看看這題目 已知A點的極作標為8-5pi 則它的指導作標為下列哪一個答案 那麼首先這x這等於r 去乘以cosθ 那麼r是8 乘以cosθθ θ呢這時候是-5pi 那麼這裡呢我們求-5pi的最小正統計角 那麼要求出最小正統計角 我們要-5pi去加2pi 所以呢這等於8去乘以cos的 這-5pi加2pi 就是2pi去減掉5pi 那麼我們可以算出 這是6分之7pi 這等於8去乘以cos的6分之7pi 我們把它寫成是pi加6分之pi 那麼pi加6分之pi 這角度落在第三項線 cos是負的 那麼使用這樣的寫法 我們函數不變6分之pi 再進來 因此呢這等於 這是-8去乘以cos 6分之pi 那麼cos6分之pi 這是2分之3 所以呢這等於 所以這等於-8去乘以 這是2分之3 那麼8除以2是4 所以我們算出 這x就是-4 更號3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計算y是值 y這是等於r去乘以sinθ 那麼再進來 這是8去乘以sin的 這是-5pi 那麼一樣 我們求出 它的最小正統列角 這是7pi 在這裡 所以呢這等於 8去乘以sin的 7pi 那麼一樣 我們把它寫成是 8去乘以sin的 這是pi加6分之pi 那麼這角度 如果在第三項線 sin是負的 使用這樣的寫法 我們函數不變 6分之pi 帶進來 因此呢 這是等於 負的 8去乘以sin 6分之pi sin6分之pi 這是2分之1 所以呢這等於 這是-8去乘以 這是2分之1 所以呢我們算出 這是等於-4 因此呢 我們只有坐標為 這是-4更號3 然後這是-4 這個答案 因此呢我們這裡的答案要選 A 3個答案 3個答案 3個答案